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兼免残存的野生SCP-966实体 四个被基金会捕捉的SCP-966样本 三只雄性 称之为SCP-966-1、SCP-966-3和SCP-966-4 一只雌性 称之为SCP-966-2 必须放置在用钢制造并用签做内衬的10×10公尺房间 位于Site 房间内安装两台中有红外绿光片 和红外感光底片的安保摄影机 每只SCP-966的样本应每月喂食一次20公斤的肉 若发生SCP-966-2生产的事件 新生的样本应进行研究 并在它成年前处理掉 描述 SCP-966是一种略实性生物 外观上类似没有毛发、直行的人类 有一张长脸 嘴里有一字排开的正一般的牙齿 它的爪子有五根 并可以长到20公分长 虽然尖锐但却容易断裂 使它们不适合用于战斗 SCP-966的身高约1.4公尺到1.6公尺 且体重可达30公斤 物理上 由于中控的骨骼和较低的肌肉密度 SCP-966是很脆弱的 它们似乎不需要通过睡眠来休息 取而代之的是 它们会以随机的间隔突然停止所有动作 并在3到5分钟后恢复 SCP-966只有在700奈米到大约900奈米波长的光辖才能被看见 这适用于所有SCP-966的组织 无论它当前状态如何 SCP-966的猎物是中到大体型的动物 包括人类 它们可以单独或沉醉狩猎 它们的狩猎方法是发出一阵未知的波 被称为 波 以纪念一故的 波是 这种波会永久抑制受影响的猎物 进入非快速动眼和快速动眼睡眠期的能力 为睡眠的能力也同时失去 波的有效距离达20公尺 尽管如此 测试显示 平金属可以阻挽这种波 特别是铅 所有让SCP-966的受害者 进行睡眠的尝试都失败 波运就可以引发其他无意识状态 但是就会损害它们的健康 因为其不能提供真正的休息 在剥夺了猎物的睡眠后 SCP-966会只保持前行跟踪 直到猎物因为缺乏休息而瘫痪 此时 SCP-966会持续进食直到猎物吃尽 SCP-966在前行跟踪猎物时 会保持高度敏捷和安静 有时它们会在猎物周围故意发出威胁的噪音 以进一步增加猎物的压力 如果猎物人受力特强的话 甚至会对猎物进行物理攻击 除了睡眠剥夺引起的常见症状外 有些SCP-966的受害者会经历逼真的幻觉 以及在没有明显外部刺激下忽然爆发的愤怒 当前认为这是长时间暴露在波中产生的影响 为什么SCP-966只让其中一些猎物长时间暴露在波下是未知的 一个推测是SCP-966就会在饥饿时这么做 以进一步加快猎物身体和精神恶化的速度 全世界都发现了野生SCP-966的实体 自从在19年发现它们后 基金会已成功降低它们的数量 尽管在许多国家 特别是 和 它们仍有庞大的数量 以上就是SCP-966 简单的说SCP-966是一种掠食性动物 能透过特殊的波影响猎物 受影响的猎物会失去睡眠的能力 在猎物最后因疲劳而倒下后 就会成为SCP-966的食物 SCP-966也是一个图片很恐怖的SCP 就要惯例为去找到这张图片的来源 发现是由这张图片进入黑白处理做成的 图片是来自一位数位艺术家 Gregory Petrkovsky 的作品 原图看起来反而有点和善 有兴趣的人会把链接放在底下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关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和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拜拜